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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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金監 我也很贊成 不然像 一些 一些財富的人 都來這裡蓋豪宅 去蓋的難怪 不在這裡經營 不可以說 也是農民生的農地 可以說這個金監很好 譬如說 我 像我 變成我一堆菜 就 去經營文室 因為倫蘭的菜 氣候很難做 政府也在鼓勵文室 剛好 我們島的 族女 當然要有 街坊來經營 他們就沒有房子 在旁邊 當然是 要蓋一個房子 為了 才可以經營農業的生產 我是說 政府 這個政策是很好 不過 也要考慮 如果在地的主題 希望要來經營農業 要蓋一間房子 我們家裡的家裡 都要有一個解套的方法 對我們在地的這些 這些 譬如我們的子女 跟我們回鄉 穿幼稀的 這樣 不才有辦法 不然他們沒有房子 還要蓋 要蓋一間房子 要蓋一間房子 我剛才也會建議 是不是 排放的廢污水 是不是要有 看要怎樣 改良的水 不要說會污量到我們的水膏 到後來 我當時都農電在使用 這是一項 氣越多 廢排水越多 這一點的 再來 我們的生活 像我們這次已經都在用 譬如說 一些比較環保的清潔劑 就比白櫥比較沒有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什麼 石石棠 要進化水殼 你就 建設萬千 使用自動萬千 如果它動起來 它沒做也不可以 其實它開也沒那麼多錢 這有做動的就好 你直接排櫥 它處理過一定不可以 因為我也是聽過 你說的 德國 他們對這個 廢的廢排水都有處理 我覺得 這個 如果台灣 沒有這樣做 我覺得是很好